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计划 一个病逝 三个被判无期徒刑 习近平对政治对手长达三年多的清洗终于搞一段落 纵观令博州三大案不仅三人行期相同 处理的手法也有相当的类似 那么三个人的认罪态度也留下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那么令计划案的处理留下了哪些疑点和悬念 与薄熙来周永康案的处理有哪些异同 令博州案落幕之后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下一步动作 还有什么看点 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普林斯顿的程晓农先生 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另案已经落幕 很多分析都出了台 那么你个人认为对于这次庭审 或者宣判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先听听您的分析 这次庭审令计划在陈述的过程中用了两个词 这两个词是很大的看点 那就是一个是复兴请罪 一个是人文关怀 那么复兴请罪说的意思是 你们说我有罪 这是令计划对审判方的态度 就是说你们说我有罪 那么我就诚恳认错 然后换取你们的谅解 而人文关怀指的是 这个审判方对令计划的态度 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 我们就注意到一点 就是实际上 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审判与被审判关系 而是一种互相照应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附近请罪来自于联播和林湘如的故事 这个故事当中的联播并不是罪犯 也就是说令计划的这个表述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我的看法是 他包含了一种试图通过照应令计划 把令计划与胡锦涛切割开来 减轻胡锦涛在错用错性令计划这个问题上的责任 好的 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次的审判是秘密审判 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问题所谓的 那在审判的最后的那个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放了 灵计划的一段 一段陈述 就是刚才小农所讲的 那陈述的用词呢 让人感到有点这个不可思议 但中共所需要的就是他的态度很好 那为什么这时候态度很好呢 作为令计划 我们可以想象他一个失败的政客 这时候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如果像张春桥一样 我就什么也不需要讲 我需要讲什么呢 什么都不需要讲 过去就完了 这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态度好 或者用词非常微妙 这说明什么呢 还有一些故事没有公开 因为他肯定有怕的地方 人只有在怕的时候 态度才会好起来 才会夸奖他的敌人 这个时候呢 他会得到可能他想得到的 避免最糟糕的一种状况 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隐秘 还没有揭露出来 而且林计划本身 还有很多害怕的地方 好 高文贴先生 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另案的审判呢 最大的看点就在于 这是一场幕后交易的政治审判 那么习近平他的真正的意图呢 是在北戴河召开前夕 震慑党内的反习势力 那么连同前些天 这个关于李源潮的各种传闻 这个陷入麻烦 这个就可以看出 这种东西都放在一块 不是个偶然 还有就是7月1号 关于这个问责条例 所有这一线都打得起一套组合拳 那么要防止 那么团派成为这个反习的这么一个大本营 另外呢 从令计划本身来看的 令计划原来中共官方放风的 令计划是罪大恶极 死有余辜 那么这个审判书中呢 也提出了三个特别 但是呢 因为这是双方交易的 这么一个谈好的 这么一个戏码 这么一个脚本 所以令计划呢 我就看到有个细节 这个细节呢 就是宣布完之后呢 令计划照稿子来念 那么话呢 表示三个感谢 所有这一切呢 都可以看出来 这是双方事先达成的 这么一个交易 那么令计划自己讲呢 这次审判是刻骨铭心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话里面是有悬外之音 那么令计划虽然活了一条命 但是他已经家破人亡 儿子死于非命 这个凸显了中共政治高层内斗的残酷 好的 陈破坤先生 刚才小龙和文谦都提到两个词 一个是 这个就是 父亲请罪 一个人文关怀 我觉得人文关怀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刻骨铭心 因为这两个词啊 学问很大 我们要注意到 父亲请罪 这四个字已经在新华社和所有的官方媒体中删除了 说不出现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非常关键 令计划不服 令计划这个发言中 传递了个含混的信息 其中有感谢 有抱歉 有平等 有胜利的意味 他取得了胜利 父亲请罪是春秋战国赵国的故事 连波老将是武将 看不起文官 是那个年轻的后生 宁向儒 说每次够语相向 宁向儒的拔转码头 避开 后来令向儒因为对国家的贡献很大 连波觉得非常的抱歉 就父亲请罪 向令向儒认错 现在令计划说这个话 不是说给法庭听 也不是说给人民听 是说给习近平听 就很抱歉了 我窃蔽的一件事 让我弟弟出去的一件事 抱歉了 那么但是里面达成了一些交易 就由于令外城在外 令计划在内 所以习近平投鼠即戏 在整个厅中没有提到令外城 这恰恰是最大的因素 所以令计划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这个胜利就是 我把我弟弟安排在外面 些重大机密 然后你们投鼠机器 不敢把我怎么样 所以最后你们对我的处置 就只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暗示了一个信息就是 令计划可能不会服刑那么久 甚至不可能真正服刑 有可能很快改为软禁 或者坚持居住 甚至有可能夫妻团聚 因为习近平要用软性的方式 稳住令完成 希望令完成 不至于给中共造成进一步的重大损失 这是令计划最后陈叔所透露的信息 说到这个令完成的这个机密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信息 就是说令计划的弟弟 令完成非法的获取很多信息 那么这一次审判 也是说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那么当局呢 但是给他的罪名很奇怪 是锁定他在离开中办主任职务 担任统战部部长之后 也就是说他只是离开中办主任之后才窃密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还是说当局有意的切割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目前审判方公布的材料说呢 令计划是离开了中办之后 然后通过原来的中办秘书局局长霍克 从中央档案馆获取了一部分资料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参加节目的 高明清先生很清楚 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是这个 与政策制定有关的相关的文件 是做历史研究用的 这里面不包括情报部门掌握的高层隐私 也没有军事情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现在按照审判方的说法 令计划所协情报 它的这个严重程度 威胁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这就引出两个问题 第一 像这种供应历史研究的文件 令计划又不做研究 他要他干什么 第二 这个动机是不清楚的 第二就是 如果真的像官方以前宣称的那样 令计划泄灭的内容非常严重 那么是不是现在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其他的像高层隐私 军事机密等等 他从别的管道获得 那么那又是什么管道 他是如何获得的 为什么审判方要把它掩盖起来 所以现在是越描越黑了 杨洁理先生 从审判的过程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整个审判是要和令计划成做切割 因为他有一条罪 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 秘密罪 秘密罪 这个呢 大家自然就联想到令计划成的身上 令计划成前几年来美国 是不是带着他非法获得的这些秘密 但是作为中办主任 几乎没有什么秘密 他需要非法获得 所以这个话是说不圆的 只有把非法获取秘密 把它从中办的位置上移开以后 这件事情才能说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要和令完成进行切割 因为令完成这件事情 中共用了很多的办法 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这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埋在那地方 这也是令计划很早以前设计的一个计谋 使得他的审判不至于说 失去被枪毙等等更惨的 有筹码 有筹码的一个筹码放在的地方 在中共来讲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不知道怎么处理 未来是什么时候爆发 不知道 所以让大家的视野和思路 尽量的从令完成这件事情转走 所以说呢 他说他这个非法获取秘密 国家秘密 秘密 是他这个离开中办 到了统战部以后的事情 刚才小农也讲了 对 很不合逻辑 很不合逻辑的 对 好 高文谦先生 刚才呢 就是小农的讲 因为对档案馆 存的这些档案资料呢 我大概清楚这么一个情话 这个 他有历史档案 同时呢 中办秘书局呢 按照这个规定呢 是把一年之后的 中办秘书局的这种 这种档案呢 转到档案馆去 所以呢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很显然呢 是在有意切割 是在的话呢 避重就轻 因为这里面有难言之隐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炒得非常大 关于这个泄密的问题 关于另完成这个 淘美携带机密材料的问题 甚至于传闻说 王岐山就要到美国 来跟谈这个引渡 这个令完成的问题 所以当时炒得非常大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现在是高举轻放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里面呢 就是核心的话呢 就是因为令完成 就那一块 他并没有给拿下来 第一 美国这个方面 不同意引渡 另外的话呢 令完成呢 也要看中共官方 怎么样的处理 令计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事情就演不下去了 所以只好的话呢 避重就轻 讲他在这个 当了这个政协副主席的时候 所这个 所从那个保密 从这个秘书局搞的那个材料 实际上呢 中办呢 是中央权力中枢 令计划当中办主任 每天他经手的材料 都是核心机密 而且呢 我顺便说一下呢 中共最高的核心机密 并不是形成文字 而是在领导人的脑子里面 这一点的话呢 令完成的话呢 令完成 他跟那个令计划之间 这个令氏兄弟 这种情况 这种呢 他们这种 把情况给带出去 这就使得的话呢 中共官方呢 不提这个令完成 那个是对令氏兄弟的 这么一种交易 而且我再说一句 就是令计划最后能够活一命 也就是因为令完成 携带绝密材料 逃到美国来 这样子使得中共有顾忌 好的 陈破宏先生 我觉得把这个令计划 这个非法获取秘密 算到不算了中办主任 而算了统战部长 政协副主席任务 它有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说非法获取国家机密 我说过 他是中办主任 怎么个非法化 他本来就是秘密 机密和绝密的交汇点 而且刚才文谦也说了 说得非常对就是 很多重大秘密 他老子里记了很多 他用不着拿文件 他老子里记了很多 什么核武的 什么中南海的保卫 或者是高层的这些 什么淫乱的私生活等等 所以第一个要 把他这个切割开来 就说明他是非法式 他不当中办主任了 他还取得国家机密 第二个 是跟胡锦涛切割 又根据所谓共产党员问责质 胡锦涛作为总书记 一手提拔了令计划 同时把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委托给他 那么令计划在中办主任上 严重的窃密和泄密 或者携带国家机密 让弟弟拿出去 胡锦涛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因此为了跟胡锦涛切割 保护胡锦涛 就不算他中办主任内了 再一个 第三 霍克这个人很关键 因为令计划非常狡猾 我们看出那个薄熙来是硬对硬 这个周永康是全面脚线 但令计划是以周克刚 说令计划 他发现他如果中办主任 自己切密 自己拿秘密 他不承认 他可以不承认 你把他没办法 但是他之后通过霍克 这个秘书局局长 再拿这个秘密 就有人证 霍克就是人证物证 因此他赖不掉 所以就算了他承认的部分 再一个部分就是 本来这个案件 就要缩小他的罪名 为了降低国家机密 秘密这个范围 为了刀下留人 枪下留人 所以要缩小 既然要缩小 就不替他中办主任了 同时习近平这个姿态 是说给国内老百姓听 没什么大不了 没有什么机密泄露 美国没有掌握重大情报 因为另外一层也不会说 他泄露了 美国也不会说这个话 所以习近平和共产党 在面子上也就过得去了 好 我们知道这一次 对于令计划案的分析 外界有很多的分析 都是聚焦在宣判中 涉及几位向令计划行贿的人物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就是这中间有什么看点 大家都很惊讶 就是说 当时说令计划搞了一个 什么西山会 就是山西邦的官员 但是这次案子里面 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山西籍的官员 那么您有什么看法 听听您的分析 我们看到从薄熙来 开始到周永康 徐才厚 现在到令计划 这一系列案子的共同特点就是 全都着眼于贪腐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下去的话 办案的时候 作为司法裁断的时候 这个他并没有按照 贪腐的相关的司法条款来办事 我们都知道2015年11月 中国已经通过一种 对刑法适用于贪腐的 死刑判决的一个相关规定 就是其中提到 这个数额巨大的 可以判死刑 而且立即执行 那么这四个人的案子 包括令计划 他们的贪腐数额 绝对都属于特别巨大 但是这个相关的司法规定 在这里就不管用了 原因是实际上还有一个 政治潜规则 那就是所谓入局者不杀 入政治局者就不杀了 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来 为什么有这个潜规则 我觉得这里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 贪腐是一个把柄 事实上这个整个的这一系列问题 都是党内政治斗争 用非政治化手段处理 那么现在这个所有的高官 都有贪腐问题 因此呢抓贪腐 当然是一抓就准 但是真正的要害不是贪腐 因为这些贪腐问题 并不是抓之前一年才发生的 那那么多年了 中纪委干什么去了 总书记干什么去了 由此可见 贪腐在过去都是可以被容忍的 但是一旦要办案的时候 政治问题 这个打击政治反对派的这些理由 都不能上台面 所以政治清算就改用贪腐手段 对 好 杨洁丁先生 对 我非常同意小农讲的 西山会 所谓的西山会 它是一个准政治派别 它有一个政治意图 同时呢 我们也都知道 有个新四人帮的说法 虽然这个四人帮的联盟 新四人帮联盟和以前的四人帮联盟的相比 完全没到那个程度 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给另计划判刑的三个罪名 都是表面原因 真正的原因和周永康还有薄熙来的判刑是一样 是因为他们对于习近平的接班造成了障碍 而且试图去最终夺权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罪责 在习近平的眼里 所以他们被制罪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这个 但是这一条呢 没办法在审判的过程中公开的说出来 因为用这种的理由来制罪 不仅不能服众 不仅不能破坏这些人的形象 反而可能引起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尊重 因为挑战权威 这个大家都是要尊重的嘛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完全它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政治权力斗争的原因 才使得这几个人最后落到今天的这种这个 这个结局 换句话讲 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这些人没有这个遵守 党内的规矩 没有遵守党内的规矩 挑战了他的太子地位 在他接班以后又挑战了他的政治权威 对 好 高文静先生 用这个贪腐开刀呢 实际上早已经是中共 这个从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 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 通通用的这么一个手法 因为刚才建立讲 确实是没有人一个屁股是干净的 所以呢 贪腐问题呢 一抓一个准 我注意到呢 就在宣判 令计划的同一天 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文章 提出来说呢 要求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 要从中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这句话呢 就说漏馅了就 馅露在哪呢 就是说令计划之所以研办令计划 是因为他在 完全是一场 他在政治上站错了队 跟错了人 因此他这样做 是这个罪有应得 好的 我想引用一位我们一位观众 叫做Samuel Gu 一位观众 他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习近平干脆不把令计划 薄熙来周永康这几个 他的政治对手 都干脆判处死刑 以出后患 反而要对他们判处 无期徒刑 我想刚才 程晓农先生提到一点 我想听听陈茂光先生的看法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记得无期徒刑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含义 无期徒刑 第一个就是 免除死刑 就死刑不上国家领导人 这是一个底线 死刑不上书记处书记 死刑不上政治局委员 死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第二个 死刑 这个无期徒刑 就是政治上的死刑 就是让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 也就是说 剥夺一切权力 剥夺你的一切政治权力 没收全部财富 就对 因为他们这个犯的罪 阴谋也好 政变也好 按共产党的说话 叫篡党夺权 按照古代的话 叫谋反 这种犯谋反罪 在古代是要猝死的 在现代 他判处无期徒刑 就是政治上把他打死 就跟当年对王洪文一样 再一个无期徒刑 还有一个含义 无期徒刑的含义就是 留下火口 习近平留下火口 因为这些人 都有吐出别的人 就像周永康吐出了 那个令计划 监控切听器 搞别的人一样 那么他留下一个火口 他主要还要可以 震慑和处置其他的政敌 说几个作用 说这个令计划还不同 令计划不仅是无期徒刑 这个中纪委录了天机 令计划判决之后 中纪委的网站 在研究他那个探讨文章 说令计划坐牢能坐多久 一个说法是17年之后 他能保外就医 还有一个说法说13年之后 他可以申请保外就医 实际上很快 这个文章被拴除了 是信息快散 他在暗示 令计划还可以 有别的方式处理 所以说令计划 为什么说了刻骨铭心四个字 刻骨铭心大家想一想 什么情况下可以说 一个人60岁了 判了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 没收全部财产 玩完了 怎么还说刻骨铭心 没有前途了 只能够就说绝望了 但是令计划不这样看 他认为他没有玩玩 他还有前途 他还有日子过 所以他说了个刻骨铭心 就这个教训对我很大 我以后会习取教训 也就是说这里面 不仅是个政治判决 而且有政治交易 在令家跟习近平之间 有重大的政治交易 这才是令计划的重大背景 好我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 就是如何看待 这次判决令计划的时间点 也就是在这个 中共建党95周年 北戴河会议之前 而且我们知道 就是刚才高文先生提到 在中共建党95周年之际 习近平发表讲话 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而且推出这个 所谓党员干部的 这个问责条例 我想问一句 大家觉得 习近平搞的这些措施 在中共几千万党员中 有没有真正的号召力 和足够的威慑力 陈角龙先生先听您的看法 现在这个中共刚刚提出来 所谓的问责条例 这不是一种鼓励性条例 它是一种震慑性的条例 就是说针对现在官场上 大家互相抱团 互相推诿 这个这种 曾公伟过的这种官场气氛 用问责制来威胁他们 就是你们别以为 这个平常互相抱的团 反而互相掩护 这个就追究不到你的责任 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就行了 那么这可以让干部产生畏惧之心 但是在现在这种 中国这种专制国家 这个光光靠这个 从上往下的问责 这是没有效的 原因很简单 上面永远不可能了解 下面的所有的一切 在民主国家这是靠议会 对行政官员问责 那是平行的每天的监督 所以这种从上往下的问责制 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 那么现在中国官场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这个应付差事的比比皆是 但是真正勤劳王室 就争给习近平卖命苦干的 其实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问责制不起作用 显然问责制不起作用 习近平王岐山能力再大 他要监督所有的官员 官员如果代工的话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怎么监督 所以这个是一纸空文 这个说一纸空文还是不对 因为什么呢 这又成为各级领导 互相政治斗争的口实 因为有了这一支文件以后 如果书记看着省长不舒服 他就会拿这个激情问责了 那其他人也可以拿这个文件 去问其他的责 这就增加了共产党内的 政治斗争的激烈性 他因为有了一个上方保健 一个口实 就像文化大革命中 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怎么自杀了 来一个运动就自杀很多 来个人自杀很多 他是怕中央吗 不是 他当地人互搞 因为只要来一个命令 要搞什么东西 当地人就会 当地的领导 就会拿着这个上方保健 互相斗 斗来斗去 就会出现很多的惨案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责 这一点用都没有 高文庆先生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内部的 各种文件 各种规定条例 那是多如牛毛 但是归根结底 它是一个软约束 这跟西方法治社会 民主国家的法治社会 这个法律 那是不一样的事 最终它要看政治态度 换句话说 就是跟谁走 守没守 这个政治规矩 那么我的看法呢 是这种东西呢 会有一定的震慑效应 但是呢 不但是很有限 而且呢 过了这个村的话呢 然后就是素质高格了 这是我是这么看的 另外我觉得的话呢 习近平呢 这回呢 他能够 他这次这个 把这个令计划 判无期 他们这四个人 通通所谓这个 所谓的四人帮 都给处理掉 但是呢 他不会停止 党内的侵袭 因为的话呢 实际上呢 这个专制这个 机器呢 是要靠这个 政敌的这个血呢 来维持运转的 那么习近平呢 一旦走上这条道之后的话呢 他已经和当年 那个毛泽东呢 他是一样了 所谓就是魔咒 缠身呢 他是到处 一点安全感没有 到处都是野心家 和那个阴谋家 那么我可以说 只要习近平在位一天 清洗就不会停止 这是专制制度的 集权制度的 一个一条铁律 好的 陈伯工先生 习近平推出这个 共产党员问责制啊 缺少主语 没有主语 谁来问责 上级对下级问责吗 那上级谁来问他 那再上级怎么样 说其实线性制度 对习近平很有利 现行制度呢 如果你真正反腐 就要改变现行制度 改变成新闻独立 司法独立 这个人民监督 那么腐败自然就消失了 说这不是真正的反腐 拿反腐做权力斗争 就现行制度的好处就在于 只要这个制度存在 腐败就继续存在 那么反腐就会继续下去 那么这就有利于权力斗争 那么作为最高领导人 想伴随就伴随 最高领导人 是党政军大权在握 而且呢 中纪委刀把子在手上 所以对他的巩固权力 非常有利 再有关于令计划呢 我还想说 令计划这个案 提到的不重要 不提到的才重要 比如他提到一连串的人民 什么楼中福啊 什么卫星啊 这个什么 这个崔凯玉啊 潘毅阳 这些是商人 又提到了几个政界人物 什么白培恩 霍克 还有一个李春成 这是这个 当个这个省部级干部的 但是有的东西 他没有提到 反而重要 除了令完成没有提到以外 有一个叫蒋介敏 没有提到 蒋介敏是中石油公司总经理 后来是中央委员 在这个令计划儿子令谷 这个除车祸死了之后 这个蒋介敏通过周永康 周永康下令他 掉了几千万封口费 给那个两个赞助女孩的家属封口 为什么不提蒋介敏 因为这里边 有重大的杀人嫌疑 重大的杀人罪 从薄熙来到周永康 到令计划 都有重大的杀人嫌疑 薄熙来曾经传闻 制造这个空难 死120人死亡 曾经还 他这个还处死这个演员 而且薄熙来知道 他老婆杀了人 包庇窝藏杀人犯 这个罪没有提出来 也可能是同谋 而周永康涉嫌 这个用车祸撞死他前妻 是杀人罪 另外令计划 这个两个西藏女孩中 有一个女孩被 这个当场那个医院死亡 有一个女孩被救活了 但救活的时候 他给外面打电话 令计划要求绝对保密 因此这个女孩 后来被医院做掉了 做掉之后 这件事没有受到追究 也就是说他们享受特权 他有杀人嫌疑 有杀人罪 那么就要判死刑 所以这个由于 这个政治局常委书记 国家领导有这个司法中的特权 不仅免死 而且杀人罪免提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霍克非常危险 我们知道徐明死了 但是古开来该死没死 但是那个商人徐明 却莫名其妙死了 这个霍克很危险 有可能被躲猫猫死 喝水死 或者是等等 病死在狱中 而令计划他们没有危险 我想再说一句就是 令计划他们的特权 当时我们就 不会被酷刑 不会这个吃不上饭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会被栽取器官 更不会被活栽器官 所以这种司法中的特权 就根本不是问责制 好 我想最后再问一个 最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传说中的所谓 新四人帮 薄熙来 周永康 徐才厚 令计划 一个病死 三个判无期 那么很多人认为 习近平的心头大患 已经扫除了 那么我就想问各位 他巩固权力的下一步 还有什么看点 请各位简短一些 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评论 这个所谓新四人帮 其实我认为是一种 制度性的被打击 也就是说这四个人 分别对应于军 警 情报 和所谓的大内 也就是说这四个系统 正好就是习近平 这个巩固权力 所需要清洗的四个部门 这四个部门清洗完毕 他的权力就基本巩固住了 所以我认为像类似这四个人的 这个级别的清洗 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原来的老的常委们 现在也在逐渐被边缘化 所以我认为对习近平而言 情况已经大体上稳下来了 但是这个只是表面上的权力巩固 实际上在贯彻政令方面 现在基层官员的普遍的消极抵制 是个这个到处可以见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的政令贯彻不利 是他的权力不巩固的另外一个侧面 好的 杨洁丽先生 这个心头大患永远不可能清除掉 因为眼前的已经清除掉了 但是他坐在权力的这个顶峰 他对权力有这么的在意 又在集权 因此他永远不会放心 他总觉得有人 而的确有人 寄予他的最高权力 所以因此他的日子 是永远是处在这种状态 不断地清洗 不断地怀疑 这个过程中去 他一旦清洗停止 就说明他示弱 他一旦示弱 他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甚至可能失去权力 所以他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路 他必须这样走下去 那么剩下来的 我们来看十九大 马上就要 民间就要开了 而十九大呢 他面临着一个十八大 留下来的一个局面 十八大的局面 基本上是以前留下来的 换句话讲 这些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都不是他安排的 都是像令计划和李源潮 这些人以前安排的 他必须把这些位置移出来 让自己的人上位 所以他现在用的办法 你看就是各省市 已经在人事非常多的关系 从年龄的角度上去做 或者是用贪腐的方式去做 所以而且有些人 像李源潮 也的确有过挑战 他的太子地位的行为 因此呢 我觉得这些人的政治前途 都非常的暗淡 可能到十九大的时候 就熙熙就睡了 可能在未来的一年 是他自己的人 进行上位的一年 那么同时呢 我还是强调 他永远没有感到 安心的时候 这是一个政权的特点所决定 也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决定 好的 高文谦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习近平的党内清洗呢 不会因为另完成的这个审判 那么而结束 这个是呢 专制体制的一条铁律 那么历史呢 就是一面镜子 那么从毛泽东 毛泽东发动文革 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来清除刘少奇 最终九大之后的话呢 非常快的 就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闹翻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条规律 真正的这个 这个独裁者最危险的敌人 是他身边的人 是他最亲近的人 而这一点呢 习近平呢 会不断的 因为习近平已经走上 这个这么一条不归路了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清洗 才能保证自己的感觉上 这种安全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的话呢 我认为呢 只要习近平一天在位 清洗 就一天不会结束 好的 陈破空先生 这个 新四人帮里面 一个死亡 三个判无起 对习近平这个新军 执政三年的新军来说 的确是扫出了心头大患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 我们看到这次判决 这个令计划的过程中 提到了一长串的名字 都是有名有姓 而行贿受贿 但是有两个名字 是有姓没名 陈某 张某某 那么引起了无数的 这个联想和猜测 究竟这两个人是谁 陈某是两个字 张某某是三个字 那么肯定是现任的 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或者是重要人物 不方便提他们的名字 但是提到了 是对他们的整色 那我查了一下 政治局委员和 政治局常委里面 没有姓陈的 那这个姓陈的两个字 有可能是 中共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 那么姓张的 政治局委员有一个 张春贤 政治局常委有两个 张德江 张高丽 是不是指他们 都涉及了令计划 这个行贿受贿 这个名单 所以有待看 我想在19大 还有一年 习近平的布局 现在占了上风 他充分利用这个制度 利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 占了上风 又是党政军大权 最大程度的 巩固了权力 但是还有一年 他在排除了江派之后 他在排除团派 这一年中 还会发现什么变数 中国政治 那个云波诡调 很难说 会有没有什么艺术 或者是暗流 所以在这一年中 如果习近平 他能够安然度过 那么19大 大权在握 大概是没有什么悬念 好的 有关令计划 薄熙来 周永康 几答案的一同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国政府 为何不允许流亡者 落叶归根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7月8号的 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昕 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许家屯 最近以101岁的高龄 在美国暴汉病逝 使外界再度关注中国政府 拒绝流亡人士 落叶归根的政策 许家屯在六四民运期间 因为同情学生而流亡美国 生前多次表达回归故土的心愿 但一直被中国当局所拒绝 在这之前 刘彬燕 王若旺 方立之等 多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人士 也无法再生前回到中国 留下深深的遗憾 那么落叶归根 本来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回国 是惧怕他们的影响力 还是为了惩戒他们 而警告他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士年事已高 中国当局会不会改变这种 不尽人情的僵硬的政策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我想首先大家可以提一下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流亡生涯里面 许家屯能一直盼望回到中国 去世前还念念不忘要回去 还跟大家说要请大家吃大闸蟹 喝这个酒等等 但是中国政府终究没有为他放心 我想听听高文青 您的分析 您觉得中共高层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中共一直对叛徒的处理是一向是严厉的 有这个宁左勿右的这么一个传统 那么中共现在虽然已经成 已经是建党95周年 做建国已经将近70年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改变一个邦会 一个秘密政党的这么一个基因 那么许家屯实际上流亡海外 一直非常之低调 从来不公开批评中共 但是他毕竟是从中共迎雷里面 出来的这个高官 所谓这个上贼船容易下来难 那么中共的这个党章的誓词里面 也有永不叛党 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制裁 所以呢 这个让许家屯他有一个依落 归根这么一个愿望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但是呢 这个中共这种规定的明显是反人性的 没人道的 但是从党性的角度讲 却有充分的这么一个理由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他共产党他就不是共产党 他就管不住党内的其他的人了 好的杨洁理先生 共产党每次的政治整肃 都要把党内的有见识的 有良心的人清除出去 严酷的这个政治迫害 有的甚至在肉体上进行消灭 但从六四以后呢 多了一项就是流放 对 那是从六四以后的 六四很多从党内清除出来的 包括中国的一些政治 异议人士都被流放到海外 那徐家屯呢 他是自动跑出来的 当然也加入了这个流亡的 这个队伍里边去 那这么多年来没能回去 那感到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对于中共来讲 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流放在外面 又不让他们回去呢 我觉得有几个含义 第一个呢 我把你直接的挑战 直接的威胁给扔出去 消除你在中国的影响 甚至这些人的名字 流亡者的名字 在中国都看不到 那第二呢 他可以可以这个 显得比较人道 我不需要投入监狱 也不需要这个肉体上消灭 第三呢 可以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易 外交交易 你要说我人权问题 我放一个进行交易 第四个呢 他们算计到这些人到了海外 会被迅速的边缘化 也的确很多人到了海外 被边缘化 他的这个影响力 也基本上没有了 换句话讲 武功也就废掉了 所以他起到了 这么四个作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惩罚 要这样这些人不回去 这对他的政权 从站着他们政权的立场 考虑 是对他们有利的 对 好 听听程角龙先生的意见 刚才建立谈的是 把这些人事 意见人事放出来 那么现在我接下来谈 是不是能收回去 流亡人士回国 有两类 一类是临时性的探访 另一类是回国定居 那么对流亡人士 一旦放出国以后 中共这个政府具体负责管理 或者说监控他们的部门 是国家安全部 那么国家安全部系统 对这个流亡人士 是否批准流亡人士回去 不管是哪 哪怕是一个礼拜 他也有一些具体的考量 我想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人 是不是能够充分合作 第二点就是 如果批准放行 哪怕是临时性访问 那么对中共 是不是有不利之处 这个不利之处 有时候不见得是 这个流亡人士 回国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而是说 这个批准他回国 是不是会产生不利影响 比方说批准许家屯回国 等于是承认许家屯 当年做的 有一定的正当性 变成了当变相的 向许家屯认错误 当然这就是对中共的不利影响 甚至国家安全部 还有一些自己的 很这个部门性的小考虑 比方讲 流亡人士放回去 哪怕是短期访问 他也必须要实施全程监控 那么这就增加了 他的监控负担 如果这个人 还有很多亲朋好友 要互相会面 那么他就得加大监控力度 增加监控人员 所以很多时候 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部 不愿意增加这样的工作 做负担而就拒绝批准 好的 陈伯宫先生 其实中共呢 它这个是区别对待 从体制内叛逃的人中 其实有人被中共回去了 你比如说陈一芝 以前的这个提改所所长 他回去过 生前回去过两次 据说是江泽民的批准 另外这个 还有就是像余昊成 公认出版社的这个社长 他回去定居了 据说去世了 那么还有就是苏少智 以前是这个社科院 马列所的所长 那么他也回去定居 现在还建在 那么这个许家屯 为什么不让他回去 我觉得中共总的考量是 当时六四有很多叛套者 许家屯是最高级别的 中共官员 曾经当过江苏省委书记 当过驻香港的最高 中共官员 就是新华社社长 相当于现在的中联办主任 那么中共的基本考虑是 主期归路以进校游 以防更多的叛逃者 这是总体说 但是还有具体而言 三任领导人各有想法 江泽民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江泽民是吸取华国锋的教训 他觉得华国锋把邓小平放出来 对他威胁很大 他要防范赵紫阳 而赵紫阳的人马 特别是官员 非常防范 所以他对这个许家屯 跟赵紫阳过程甚密 生前非常的防范 所以说江泽民不愿意放他回去 那么胡锦涛是表态 说不反对习家屯回去 但是胡锦涛显然做不了主 因为他是一个弱主 全是大权旁落 另外到了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是避嫌 因为许家屯说漏了话 许家屯对记者说 我跟习仲勋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个现在不方便说 这样反而搞得习近平不方便 所以习近平为了避嫌 在现在的情况下 所以种种因素导致许家屯 到101岁的高龄 还没有落叶归根 我想这里我引用一位 我们一个网友 叫做Tody Chan 他的一个问题 他就说许家屯到死 都是在维护中共 都在替中共的体制辩护 而且把自己也还是看作 中共体制的一员 那么即便如此 许家屯到死 中共也没有让他回去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 中共本身的一种冷血无情 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上也回应到 就是说许家屯 他认为他自己的初衷 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 是为了改进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都不能容忍 想从中请大家听听大家的分析 首先请高文金先生来谈一谈 许家屯他是中共的叛逃 所谓叛逃最高级别 这么一个官员 但是我注意到 他到美国来以后 一直非常之低调 不公开 从不出一句恶声 那么2003年的时候 我曾经到加州拜访过他 那个时候因为许家屯这个情况 他跟我讲了 当年是李鹏和江泽民联手来整他 因此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 他不可能提出来任何想回去的要求 但是2003年之后是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上台以后 他当那回我印象很深的 对胡锦涛是有很多赞美 我在那边听着 我就听在那边说 那么这回的话 习近平上台他又是 那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他当时在2003年 他当时还在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的论 社会主义的和平演进 在写这么一篇文章 他还要给社会主义来找出路 所以我觉得许家屯最大的一个悲剧 或者说一个问题 就在于他对自己角色定位的这种错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的话他实际上 他已经是被中共打入另侧 但是他始终把自己认为 还是中共的一员 因此甚至于就说出来说 平反六四的话 这个实际不成熟 他就是因为六四回不去国 最后无法完成自己的 这么一个一楼归根的心愿 结果他还要站到 这么一个中共官方的立场上来讲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但是应该这里面也可以理解 因为的话许家屯毕竟是 共产党的老干部 他没有办法割舍自己的历史 这一点也应该予以理解 好 杨洁丁先生 对 我觉得大家对许家屯有很多的错误解读 因为大家都把许家屯和六四连在一起 的确是他在那个时期以后逃出来的 而且他对学生有同情 对屠杀有不满 但是更多的 他是一个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 这个牺牺牲品 一个失败者 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慈而不是别的 所以他讲到六四 时机不到 所以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错误的解读 在他到美国以后参加过一些公开的活动 我也参加过 他在每次的公开活动上他都讲 我还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这一点我觉得他言不由衷 原因是什么呢 他到美国也来过 而且他一到美国就在洛杉矶买了八十几万的一个房子 当时还是九十年代初还是相当昂贵的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那他实际上他在香港 很多人也说他非常喜欢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他在这个共产党内也是非常资本主义自由化的 实际上他在共产党做高官的时候 也是享受了资本主义的生活 到了美国也是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 因此他仍然说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我觉得这个一点是我不能够接受 也不能够理解的 另外一点就是他在台湾访问的时候 他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大加赞扬 他赞扬的原因就是说敢于和美国这个作对 对着干 对着干什么讲了一套这些东西 他忘记了他正在住在美国 他在危难的时候美国接受了他 给了他自由给了他安定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没有反省精神的 好 说到这个许家屯大家刚才都提到 他是中共体制内的这个人物 所以有一些局限 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流亡群体 除了中共官员之外 还有就是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 比如说王若旺 方立芝等等 他们各自的命运和结局 似乎和这些前中共官员又有一些不同 那么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想每一个流亡者 他自己的这种政治立场 在流亡之后是变化还是不变化 非常个人化 因人而异 比方讲我对刘宾宴非常熟悉 因为他就住在我们这个普林斯顿附近 很多他晚年最后几年 去他家探望他的人都是我开车送不去的 我就发现刘宾宴在晚年 其实他是一个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对美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尽管和建立讲的一样 他是领着美国的老人的医疗保险 领着美国的资金 但是他仍然在批判美国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 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流亡之后 持什么样的立场 不能够简单的用一个流亡者群体 举一概而论 要因人而异的具体分析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特殊的背景 比方讲当他想回国的时候 他以为他的言论能够代表某种 向中共表示他立场的一种信号 以为会被受到重视 我前面提到 其实中共对他们的态度 完全是一种从政权需要出发考虑的 他们的态度怎么表态 高调还是低调 对中共来讲都是一样 中共只考虑我前面提的两点 而多数人在这两点上都过不去 不管他表什么态 好的 我想刚才我们提到流亡人士 都已经是在生前想回到中国 但是没有机会回去 那么除了前面刚才提到几位 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 其他很多流亡人士 也都逐渐的上了年龄 有的很多人是年事已高 那么我们知道 叶洛归根确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也是一个人道的做法 面对这个年迈的这个流亡人士 你觉得中国当局最终会不会改变 这种不尽人情的 不给他们签证 让他们回国的这种政策 杨洁天先生你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从政策根本上来讲 不会很快的改变 但是可以个案进行处理 在中国现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官员很难有人愿意负责 比如说让徐家腾回去 让某某某回去 严家齐回去 会不会惹受很大的麻烦 他不批准 一点事没有 你顶多说这个政权是非人道的 非人性的 他自己不要担任和责任 但一旦放一个人回去 产生了 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结果的话 那这个批准的人就要负政治责任 所以在这个全面不负责任的状况之下 这种非人道的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这也是一个专制政府 有时在胡锦涛间的阶段 很多人说没有独裁者看不出来集体领导还这么独裁 这就是这种不负责任使得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制度可以延续下去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个政策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的改变的话 好 高文贴先生 我们知道刚才几位提到 该我讲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陈先生 我讲两句 因为建立讲了三遍了 我才讲一次 我被轮空了 现在我想说一下中国有两个传统 一个说生前叫父母债不远游 一个叫落叶归根 这个落叶归根有一个典故 就是当时的江子牙 这个西州的宰相 帮西州读的天下 他去世之后 他在他的衣服里装了四个字 叫叶落归根 但是周康王下令他要葬在西州的旧地 所以他的子出来就把他附送回去 但经过故乡的时候 树叶落下了 他的棺木散掉 他口袋里的牌子露出来 他的孙子就违背王历 把他葬在了故乡 而把一个假的木制的尸体葬在了西州 而周康王把他的尸体 那个棺木悬挂在城门上 以保国运 就违背了入土为安这个承诺 所以他的孙子觉得他的祖父 这个想法是非常有远见 所以这个叶落归根就传了下来 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 但是共产党集团是一个最没有人道精神 最无情的 心胸最狭隘的集团 他跟历史上的所有历朝历代 相比较都心胸最狭隘 他完全不顾这些 他不会顾他自己的形象 道德形象 也不会外界的批评 邓小平说过我们不怕挨骂 他顾的就是他的政权利益 他的既得利益 由于他的这个想法 说他根本不会考虑所有的中国传统 也不会考虑你们个人有什么需要 好的我想最后再我们再提一个 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各位 就是这个著名作家刘兵燕 曾经他多年以前 在他这个成名的这个报告 文学成名作里面 提到一种对党的忠诚 另外一种忠诚 也就是所谓第二种忠诚 我想听听高文贤的意见 就是很多流亡人士 实际上是对中国或者中共 是抱着这种所谓这种 第二种忠诚的这种思想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这种所谓第二种忠诚 到底指的是什么 他的从刘兵燕 方立之等等这些人身上看到的 教训是什么 请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流亡者 这是一种很悲苦的 所以我想简单再说两句 关于王若旺跟方立之 那么流亡者的悲苦 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方立之就情况好一些 王若旺的话 这个晚年非常清贫 他完全靠他的太太 养子来给别人当保姆 打工来维持生活 每次养子到别人家去打工时候 王若旺的话就坐在汽车里面等 真是抗力情深的令人感动 但是这些人生活虽然凄苦 但是他们骨头是硬的 他们不向共产党低这个头 这一点我想说一下 那么再回到刘兵燕 那么我认为刘兵燕 是一个悲剧式的理想主义者 那么他的话 第二种忠诚 实际上是在文革之后 那么一个历史背影下出来的 当时影响比较大 但是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个核心的思想 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共产党 因此就可以解决问题 实际上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他流亡海外以后 一直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的命运 他对社会主义也是情有独钟 那么我听说他在最后 临去世前 他还在关注委内瑞拉政治强人 查韦斯的搞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东西 希望能够从查韦斯 这么一个 搞的这么一个情况里面 为社会主义找一条出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式的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我应该说 刘兵燕的这个为人很正直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话始终关心底层民众的这个命运 这一点应该充分给予肯定 好的 最后只有四分钟的时间 请每位最后发言的嘉宾简短一些 杨洁丽先生 讲到刘兵燕 刘兵燕与这个徐家屯相比 是不一样的 刘兵燕是一个真正的又悲悯之心的理想主义者 也许他的思考和很多我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是不可以怀疑的 但是这也造成了他的悲剧 就是说他所期待的第二种忠诚 但后来他也有很多反省 他认为第二种忠诚可能不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一件 一种忠诚 那实际上到了今天 我们由这些前辈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可以知道 共产党我们只有反对他的 从他的外面进行坚决的反对 才能改变这样的体制 如果你指望就说 仅仅是我要维护这个党的利益 让他变得更好一点 用这种办法几乎是不有什么成效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从这些前辈那里得到的 一个最重要的教训 好 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 我想请程角农先生和陈伯宫先生 最后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 中国大批的知识分子 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 尤其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 很多人最后都是滞留海外 我想问一下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流亡群体 和滞留海外这种现象 对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先听程角农先生的分析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海内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也听过很多次了 就是在海外流亡 或者滞留不归的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当中 很多人对中国还是有用的 是国家需要的 所以应该让他们回去 对中国发生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想当局考虑的这个国家 是另外一个意思 当局考虑的是 这些人只要不是顺从的 那就是不是精英 而是国家的敌人 所以我们看到 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国家 和当局关心的国家 根本就是两回事 好 最后 陈伯宏先生多给您一点时间 一分半钟到两分钟的时间 因为刚才对不起 让您这个说话的时间 少了一次机会 好的 OK 这个中共呢 让流亡者流亡海外 它的主要目的 是让流亡者 跟中国人民切断联系 有的是流亡 有的是被流亡 中共的这个想法 是从苏联来的学来的 就是让政治人士 一级人士流亡 然后呢 对国内不发生影响 但是中共没有想到 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流亡在海外的 这些知识分子 或者是社会精英 通过互联网 通过很多方式 可以影响国内外 表面上看来 最近几十年 海外的流亡者 对中国来说 处于确席状态 但是这些流亡者 却可以通过他们 他们可以说真话 道真相 可以做出独立的思考 在海外继续从事研究 比如政治批判 历史研究 艺术创造 写下了一些 这些住宿都深刻的影响着 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着国内外的中国人 但是真正确席的 却是中国的一些御用文人 虽然他们在国内 但是他们讲假话 这个说假话 而且这个说违心话 这个是这个诅咒违略 而且是行尸走肉 他们是真正确席于 中国这个历史 所以我想到文革结束之后 文革结束之后 中共派人到海外 去收集那个文史 因为在文革中 中共毁坏了很多的历史 甚至连他们的党史 都搞得不全 他们以至于到海外去收集 我相信终有一天 中国要到海外 来收集很多资料 因为海外通过 这样一段空间 弥补了这样的研究 弥补了这样的空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流亡者从来没有缺席 流亡者从来没有中断 跟祖国的联系 流亡者的留下的那些著作 思想和言论和作品 将深刻的影响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当代中国的流亡现象 具有重大的死学意义 好 最后20秒钟时间 有一位叫Tony Chen的一位观众 来电问 询问杨洁丽博士 在中国国内 有没有跟公民力量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联络的方式 简短一些 我们在国内的联络 由于国内的政治高压 我们没办法公开 如果你要想联系我的话 你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我的联系办法 然后我们从那儿 我们再交流 看我们能够一起做什么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 高文谦 杨建立 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的讨论 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 并提出建议 而且现在我们每次现场节目 可以在半个小时前 收到观众的评论和问题 希望您给我们发邮件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